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 个人生命的生根和群体生活建造的第五讲 也是最后一讲了 讲完这一讲 我就可以安心的出国 有报复性的服饰要做 现在都是用报复性的 所以我今年大概在台湾 只剩下几个礼拜了 其他时间都在国外 不过我很感谢神 这一次可以把哥罗西书讲完 这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 我们盼望弟兄姐妹 能够救基督徒的生命 和生活有更深的认识 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有这个生命就有这个生活 不一定 狗生下来有狗的生命 猫有猫的生命 猫跟狗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应该也有人的生命 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生命跟生活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我们盼望这一次 透过哥罗西书 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 透过实践出来的表现 来享受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 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 是我们信仰很基本的道理 但是真正弄清楚并不容易 活出来更加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与基督同死 是一个新身份的取得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 你要去追前面的 追剧都是不能只看结局 与基督同死 是一个新身份的取得 而与基督同活 是新生活的表现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身份跟生活 在我们肉身的生命当中 通常比较容易结合 但是在属灵生命上面 就很容易不同步 这件事情 其实我这次非常有感触 是因为我很多事情想不通 我信主五十年了 我很多事情想不通 为什么会这样 这次透过歌楼西书 我自己整个的就明白过来 我稍微再花一点点时间 假如我们是中华民国 台湾的百姓 如果你生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面 然后你就在这里成长 你也没有长期出国留学生活的机会 那么你大概思想和生活方式 就会受这块土地和这个环境的影响 同样的 如果你是出生在美国 长大在美国的人 或者你是出生在法国 长大在法国的人 那么你就不仅是美国人 而且你像美国人 你不仅是法国人 你也像法国人 我想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 我们很多人到别的国家去过了 所以你会知道 特别是你更认识他们之后 你就会发觉 我们长得一样 都是两个眼睛 两个耳朵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对不对 可是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们对于同样一些事情的反应是 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曾经移民 或拿到一个新的国籍 你就会出现 就是身份和你生活表现 那种差距跟矛盾的现象 我们今天看到 Kate回来 她这段时间在 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我相信她在那边 一定冲击很大 就说他们为什么这样 其实人家这样很正常 是你很怪 因为是你来我们这里 不是我们去你那里 所以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状况 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十多年前 我到阿根廷去服侍有一次 因为他们那边国土很狭长 很长 几千公里 所以他们不一定坐飞机 可是他们流行一种东西 就是长途巴士 或者长途旅行车 你知道那旅行车 都是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所以一个旅行车只有两排 那个叫做头等舱 没有两个人坐的 都是一人坐一个窗户这样 然后中间一个走道 那个位置很大 很大 你可以整个躺下来 你还可以翻过来 比那个飞机的头等舱 有的还大 我说 没有看过这种旅行车 然后一坐 十四个小时 我心想都飞到美国了 十四个小时 中间会下来让我们上厕所 然后让我们吃东西 然后下来 当然 车上是有一个厕所 可是尽量不要用 对不对 他就跟我们说 下一个stop的地方 会六个小时 请大家预备一下 下去我们也会吃东西 那有一天 有一次我们就下去了 当然因为大家要去一个地方 那彼此都是认识的 就是那个教会 要去一个退休会 我就跟人家去 然后去之前 他们就先告诉说 李长老你要带防寒的衣服 我就心里想说 这个天气这样 带防寒的干什么 做旅行车用的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旅行车里面 要开这么冷的 你知道后来别人 就把他的衣服给我说 李长老你还是用我的吧 我看你那个不行 这样 冷的钥匙 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调的室温跟外面 差不多就好了 要调的这么冷 他说不知道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那我说你们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 所有车都这样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后来我们就下车了 下车有一个地方 是给我们吃一点东西 然后上了厕所 上来的时候 因为我先吃完了 我就想说 我先上去好了 上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司机跟那个车长 两个都是男的 因为那个路开十几个小时 他们两个司机轮流 要睡觉啊 然后就坐在那个 车子的门口 在喝 用那个钢杯 然后有一个吸管 那吸管也是 应该是金属做的 吸吸吸 看到我过来 然后两个人 看到我过来 打招呼 因为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所以我偶尔下车 会跟他们打招呼 其实讲不懂他们的话 他们讲西班牙文 而且是阿根廷腔的西班牙文 我根本不会讲 下次没下次跟他们讲 讲英文这样这样 上来的时候 他们本来在喝那个 马带茶 马带茶是阿根廷的一种茶 马带茶 这样吸吸吸 看我走过来 就拿给我说 喝 我是那种 不太会拒绝别人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很奇怪 这样子 可是因为我 你知道我是一个牧者吗 年轻的时候就要做传道人 就一直想做传道人 所以后来做成了就很开心 也看中我的身份 我也与每一个人都要很好的样子 他拿给我说 其实我心里很不舒服 那怎么办 下面怎么办呢 后来就是一两秒这样 我就拿着就 喝完就 very good 其实我也不知道喝什么 因为心里七上八下了 对不对 但是我说very good 后来我就上车了 我心里想说 那个司机很特别 他也不管我是谁 懂不懂他们的风俗 就做了这件事情 上车以后 那些弟兄前面就跟我说 李长老 他把杯子给你 我说对啊 我说怎么办 我说我喝了会不会怎么样 他说没有 他说他竟然把杯子给你 我说所以呢 他说这个是 阿根廷人对别人最友善的表示 他说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的口水你可以喝 你的口水我也敢喝 现在当然疫情期间 请大家不要做这个动作 但是他们告诉我说 那个是他觉得 很喜欢你的表示 听起来怪怪对不对 可是全世界各国 都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基督徒是一种很奇怪的民族 我们的思路 因着我们身份 会产生一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向 本质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位置 可是怎么把它活出来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好 今天我们要从与基督同活的 第六点开始讲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五点 今天要把它讲完 第六点是因生命更新 生命更新就是我们地位的转变 就是我们以基督同时拿到的新生命 带来了夫妻家庭彼此相待的关系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夫妻的彼此相待的原则改变了 最近因为疫情关得很严重 很多地方不能去 当然我的服饰都是透过网路这样 有的时候就会跟春华一起看电影 我们都是看美国的电影 有的时候看西班牙的电影 讲西班牙文的电影 然后看美国电影 因为我们这几年 然后特别是李战他们住在美国 我们也常常去美国 那我二十几年都有到美国服饰 但是比较多跟华人在一起 我们因为李战他们住在美国 我们对于美国人的思想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然后我们在看美国电影的时候 终于明白了 很多东西我们以前都不明白 为什么丈夫跟妻子吵架的时候 他们给对方的空间都这么大 听得懂吗 我们在台湾 丈夫跟妻子吵架的空间很窄 那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大陆人 当然都是华人 他们的空间更窄 所以这个是一个民族性 或者这个生命 在这个环境之下 所产生的结果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夫妻的思路 怎么做夫妻 是有改变的 因为我们突然有一个新的指导方针 上次我讲了以后 后面的三十分钟 他们告诉我要专门剪出来做一集 做一集 然后专门大家看 很多人都有回想 引起很多回想 群组当中有很多的讨论 因为有的人 他们就拿了我的讲道去看了 也有争执起来的 可见夫妻相处 当你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之后 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在没有这个身份以前 我认为 夫妻相处 特别是我们华人 我们主要会看对方的不对 然后来纠正你 然后来帮助你 让我们两个生活得更快乐 对吗 你们不是啊 我才不相信 你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我们就说 对方有缺点 你要这样 然后争取让对方有改变的机会 当然我们比较温和的 客气的 谦卑的 也会说我也有需要改的部分 可是可不可以请你改这一点 我们都是这样子 可是在有了这个 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的身份之后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个我就不花时间了 请你一定要去追这一段 不然的话 我也不要管你们家的事 你苦关我什么事 我跟我太太好就好了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过一个 夫妻彼此相爱的生活 是真的很不容易 当然因为我就说 我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信耶稣 连我都学得好辛苦 我结婚 今年第40年 所以再过几个月就要满40年了 我都觉得不容易 因为新的生命跟新的生活是 架在圆的生命跟圆的生活上面 所以这种转变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那我们就不花时间继续讲夫妻的 我要继续讲亲子的 我上次提到 圣经上给做妻子的一个经文 一个经文 给做丈夫的一个经文 不是给夫妻两个经文 说你们互相帮忙 没有 他没有要丈夫帮忙妻子 没有要妻子帮忙丈夫 他只有说 丈夫的要这样 妻子的要这样 你看他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他如果改成 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跟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可见十八节不是写给先生的 十九节不是写给太太的 这样懂吗 请你不要管对方好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反而是我看到的美国人 或者西方人可能好一点点 可能他们长期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也有可能 特别是欧洲人 我们也发觉这样 一般夫妻吵架 在台湾或者东方或者华人 夫妻吵架 假如丈夫说 好了 我们先不要讲好不好 太太会说什么 为什么 讲 我没关系 你就讲 先生说我现在心情不好 你让我安静一下 你心情不好是因为我吗 来了 可是如果你看外国人 他们真的不一样 西方世界 丈夫说 Leave me alone 他太太就说 OK 好好照顾你自己 他就走了 或者很晚了 很晚了 两个夫妻两个吵架 太太就说 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他先生说你要吗 太太说 我必须离开一下 先生就会说 小心 在台湾你做得到吗 不会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的观念可能需要调整 就是我们需要给对方空间 下面两个也是 我们一起来读做儿女的跟做父亲的好不好 二十二十一节 请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他们失了自己 这两节是讲到如何做儿女和如何做父母 这个是给那些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的人使用的 当然这里的儿女主要是指未成年的儿女 因为成年的儿女 他和他父母亲的彼此的关系 比较像朋友 比较这个很难 但是比较像朋友 比较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请记得我再说一次 这边指的是信主的儿女和信主的父母的互动 但即使是这样子也很不容易 未成年的儿女最重要的是听从父母 因为父母代表神的权柄 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 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父母代表神的权柄 通常父母所做的都是出于好意 但有的时候出于好意的方法不一定对 是不是 出于好意也未必表达的得体 但这些父母因为他们是过来人 他们有很多的知识 他们有很多的经验 可以作为儿女的参考 所以当儿女稍微懂事的时候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做儿女 现在请你想儿女 请你不要你以父母的心 想你的儿女好吗 光州请你不要想你三个孩子 想你跟你爸爸妈妈的关系 当我们在想做儿女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替你儿女听 你现在请忘了你有儿女 我现在请你记得你有父母 当儿女稍微懂事的时候 他要学习的就是听从自己的父母 这个讲起来简单也合理 但做起来真的不容易 我三十岁以后就做了主管 在各种的公司 教会 或者环境做主管 我做了三十岁左右做主管 然后我做了三十年的主管 我告诉各位 做属下不容易 你觉得做主管呢 所以才有什么 什么 你们有个什么老板 惯老板小组 对不对 就是做老板不容易 做老板不容易 老板压力很大 我告诉各位老板压力很大 主管的想法跟部署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我做了三十年的主管 我儿子现在开始做小主管 开始做小主管 在他没有做主管以前 他常常会觉得说主管都很奇怪 对 主管当然奇怪 因为他是主管 那我有时候会跟我儿子解释说 主管的想法是这样 李珍他们会觉得说你不一定懂 我这里是美国 所以我还是不要讲吧 为什么 因为他不一定懂我讲的 因为我做了三十年的主管 我还记得李杰刚刚读大学的时候 法律系 他就告诉我爸爸 爸爸这法律这个很难的 这个怎么考试怎么考啊 我就跟他说考试要这样 这样 李杰跟我讲一句话 我还记得 他就跟我说 爸爸照你这样的话 那考卷一定写不完的 我就跟他说 法律系的老师 从来没有看你要考卷写完 他从来没有看你把考卷写完 他要看你的脑筋清楚不清楚 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 我那个老师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名法 我那个年代名法的老师王哲健 他发考卷的时候 从六十分以 从最低分的发起 他叫名字 四十二分 叫名字四十三分 叫叫叫叫叫叫 叫到我的名字 那已经到五十八分五十九分了 叫我的名字 我走到前面 他跟我说 你的法律不好 不过你的中文很好 我给你六十分 你的法律不好 但是你的中文很好 我给你六十分 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些老师 他们是真的蛮厉害 真的蛮厉害 我就跟李杰说 你考法律系的考试 你要这样写 要这样写 这样写 这样写 让老师知道你懂多少 然后要把那个法律的那个位置 卡在一个位置上面 老师的题目卡在一个位置上 然后我们再解释它 他说这样一定写不完 我说写不完没关系 你第三题还没写完 一看时间不够 第四题先写 第三题写不完没关系 放着 老师因为看你前面都对 他会给你同情分数 你知道吗 因为他觉得你写得太好了 可是因为你没写完 不像另外一种 不像另外一种 如果你是考另外一科的考法 是不一样的 你这数字没算出来 就没有分数 统计 说不定你没算出来 他就不给你分数 这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要知道 这些做父母的 因为他很会做父母了 所以他在教儿女的时候 我现在请儿女听 请你不要再想你是 爸爸妈妈好吗 请你做儿女 你要知道 父母是儿女的引导 特别是儿女未成年的时候 父母是儿女的帮助 儿女要学习听从父母 当然保罗这样讲的时候 儿女是一个比较长大的孩子 不是婴孩吗 婴孩只能被照顾 一个孩子到了稍微懂事的阶段 父母就要教他 怎么教他呢 透过让他听得懂的方式来教他 而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儿女通常受到父母很深的影响 在有形无形 在有形无形 如果有的父母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好好的教他 其实那个儿女就落在一个 不知道对错的环境 这样他长大就会产生困难 甚至父母自己的示范的是错的 这样儿女长大就会学到坏的东西 有一次我坐飞机 大家都很安静的情况之下 你知道坐飞机 大家因为长途飞机 大家最怕的就是吵 有一次也是我到了那个机场 我是坐在经济舱的最前面一两排 因为那都是金卡保留位 我们就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因为它是算那个飞机的机翼的旁边 的经济舱的部分都是金卡保留位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飞机的震动会最少 无论这样或这样 所以他们都算好了那个位置 我到那边去了他就跟我说 我去查看 因为是一个飞行常客 他一看我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先生 他说我帮你换到后面去好不好 当然不好 我是金卡 我是这么重要的客人 你怎么把我掉到后面去 他说李先生我告诉你 因为你是金卡会员 所以我告诉你 你旁边都是小孩子 你要坐在那边吗 我说那不要 那不要 我说你帮我掉到后面去 没关系 我说可不可以你帮我找找看 旁边那个是没有人的 因为已经全部 全部都已经那个卖掉的位置 我说旁边没有人的 然后你把它链起来 要有人突然来买机票 这种都很少了 长途飞机很少了 我说你把它链起来这个位置给我 好不好 他说好 他就把我掉到这个位置 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坐旁边还有一个空位 但是更高兴的事情是 前面没有跟孩子坐 因为孩子会哭 这么长途的 两岁的 三岁的 五岁的 有一次我坐飞机 隔壁呢 附近就坐了一个 大概两个兄弟姐妹 三到六岁 有两个孩子 一直不停的大声讲话 就三到六岁 他的爸妈妈坐在旁边 完全没有制止他 你知道那所有的旅客 都已经这样在看他爸爸妈妈 看到他的孩子了 他爸妈都看到他 他在看他的 他就是不讲 他就不叫他的孩子 后来也没有人 因为你知道这种长途飞机 大家都是相对有礼貌 对不对 你要看从哪个点飞到哪个点 都是相对有礼貌 后来那个爸妈突然就讲他的孩子了 你们吵不吵 你们吵了整个飞机上的人都不要休息 你知道那个生意比他孩子还大 所以 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儿女是这样的 因为他爸妈的情绪不稳定 所以他的孩子的情绪不会稳定 因为生教大于言教 生教大于言教 这个孩子将来长大 在社会上不被接纳的时候 他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被接纳 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就这样 所以我们会鼓励那个孩子 从小听从父母 所以在这边我们当听从我们的父母 是圣经对儿女的要求 我们都是自己做很多年儿女之后 才做父母的 对吗 但绝大多数人变成父母之后 又受到他父母的影响 请你要注意 我们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 你有一个新的身份 不要一直受你父母的影响 如果那个是不好的 但好的你一定要听 可是奇怪 好的都很难学会 坏的全部都继承过来 全部都继承过来 至于 这是给儿女的 儿女的我就不讲了 那那个可能我们会一直用这个 来要求我们的儿女 你要听我的 李长老说 我没有说 上帝说 但是我没有叫父母说这个话 至于做父母的这边也教我们一条 它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只有一条耶 有书上教说 为你儿女祷告 为你儿女的一百个祷告 我想还是为你自己祷告吧 为你儿女的祷告 你只要做好了 他就会做好 他需要时间 不要为你儿女祷告了 为你自己祷告了 不是指说 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为你儿女祷告的同时 你要想你到底是怎么对待他的 由于父母知道了 比儿女多更有经验 因此在与孩子互动的时候 要顾虑到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 而不是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所知道的 来要求或指导他们 这样会造成困扰 因为他们不明白 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 是指 这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讲说 不要惹儿女的气 大部分的父母都跟我说 他不要惹我气 我就感谢赞美主了 还我惹他的气 我会惹他的气吗 我告诉各位 儿女惹父母气一定有的 那是你用你的标准来看他的时候 你就被他气了吗 我问你 如果你是他的年龄 你还会气吗 不会 你没看到你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吗 对不对 我这个例子我讲过一次不在这里 有一次我带李箴很小五六岁到华神去 华神那个时候还是在厅州路那边 然后他大礼堂 我就带他礼堂 那边什么活动我带他去 带他去之后回到家 就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爸爸他说那个华神那个礼堂的那个 那个电风扇很高 不是现在的礼堂 是另外更旧的礼堂 很高 我说没有很矮 他说很高 我说很矮 然后就哭了 他说明明就很高 你为什么要说很矮 然后就哭了 哭得很严重 我就心里想说有这么严重吗 就是一个电风扇高或矮 但是我为了要让他不要这么伤心 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再去看一次好不好 李箴就跟我说好 再去看一次 后来我就带他去 带他去的时候 我就到那个礼堂 应该是交语厅 不是那个礼堂 交语厅 进去以后 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 就看到那个电风扇了 比这个矮一点点 我现在不要动 他就比这个矮一点这样 我就说你看这么矮 然后他就说这么高的电风扇 那你为什么说矮呢 我说这么矮的电风扇 你为什么说高呢 后来我就蹲下来 我蹲下来 开始看那个电风扇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高 听懂了没有 做父母的 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想法 去惹他们的气 你知道儿女因为打不过父母 又吃你的又用你的对不对 你不讲他也知道 何况你讲出来了 说你吃我的你知道吗 你想想他会不会失了自弃 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是 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做法去触动他的怒气 你知道孩子的性情是不稳定的 你触动他的怒气 或者使他失了自弃都很可惜 一个人大部分的性格脾气是学来的 当然有人天生有天生的某些性格上面的disorder 对不对 那个都还可以透过后天的修正来帮助他呢 但如果你后天给他造成的环境是一个很辛苦的 培养出来的就很难 所以等我做了牧者三十几年之后 我通常可以从儿女看出父母来 父母在外面的表现是经过修饰的 儿女在外面的表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 所以我现在 常常跟邱娃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讨论说 我到底相不相信别人 一方面我很相信别人 一方面我不相信别人 我从来不相信人家写的自传 自传 我从来不相信 因为人这么复杂 他写的自传这么简单 然后都写这么好的 你相信吗我不相信 因此一个小孩子如果生气 活在一个很容易生气的家庭 父母容易生气的家庭 为了一点点小事 父母就不高兴大发雷霆 母亲就泼妇骂街 如果一个小孩子生长的家庭 隔壁邻居发出一点声音 父母就跑去跟人家理论 如果父母在外面 无论是工作 或者到孩子就读的学校 遇到一点点不公平的待遇 他就跟人家去抱怨吵架 我告诉你 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也是如此 我现在没有说怎么样比较好 或比较不好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变成这样了 因此与其说一个人的个性是天生的 还不如说是父母 或者培养他长大 他在后天的照顾当中所培养出来的 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是不要用言语去触怒他 去刺激他 当然还有行为 暴力 除了吵架 除了吵架 打架之外 还有冷暴力 你要知道冷暴力或情绪勒索 不会比热炒 不会比热炒 伤害力小 除了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表现的 比较好一点点 那我们这里很多是做父母的 我常常想做父母跟儿女争 跟儿女炒 那个儿女哪里有赢的机会啊 对不对 特别是他们还在二十岁以下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小孩子 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反了呢 因为是我们造成的 是我们压制他的 是因为有一天他终于觉得说 我翅膀也是硬的 不然我飞出去看看 他再也不要回来了 所以我常常跟父母说 多从你的儿女角度想事情 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在他们十五岁以下 他很难炒赢你 甚至如果在华人的世界 二十岁以下 他很难炒赢你 可是等到他有一天 他有炒赢的机会的时候 他会离开你 不信你去问 那些十几岁的孩子 或者是不到十岁的孩子 你问他说 全世界最不讲理的人是谁 全世界最不讲理的人是谁 他们如果敢诚实的说 答案通常是爸爸或妈妈 其实这个不是说 所以我们就要变成 凡事顺从他 不是 这是一个原则 这是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怎么样 不要让儿女 施了自弃 我们不要怎么样 我这样触怒他 我有时候会听到父母亲 骂儿女 你笨手笨脚 你知不知道父母骂儿女 笨手笨脚 说你笨死了 这个是他最大的伤害 他会一直以为这个是真的 因为他那么小 他怎么会知道你讲的是 你讲的是爱他 对不对 你爱他 所以为什么我说 儿女听这一条 父母听这一条 因为儿女 听从父母的时候 你就会过滤一些 容易伤害你的 可是父母做这一条 就不会去触怒你的儿女 如果儿女用这一条 听得懂吗 父母用这一条 那就正好相反 一样啊 我在这个教会讲得这么清楚了 下次你们做妻子的来跟我讲 说你丈夫不爱你 我是不会理你的 因为 然后做丈夫的 告诉我说 我妻子都不顺服我 我也不会理你的 因为那个不是对你说的 我知道我这样讲很残忍 但是你要学习过新生活 这样懂了吗 你要过新生活 我这次终于去换了国际驾照 因为我到美国去 没手没脚的 人家就问我说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 十几岁就开车 不然你要怎么办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有钱 每家都 一家有四口 到二十岁以上 他们二十岁以上 早就搬家了 为什么都是每人一辆车 因为没手没脚 我这次终于带驾驶执照去 我儿子如果不带我去 我自己开车 你说为什么要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你没有到那个环境 你不知道那个状况 同样的 我们做父母了 要想想我们小时候 成长的过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倒过来也是这样 这里说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是另外一个的讲法就是 不要一直把她当成小孩子 其实我们尊重孩子 你如果一直把她当成小孩子 她永远长不大 这个孩子想 反正在你眼中 我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那我怎么办呢 你让她在这种情况之下 做个儿女 其实没有很好的空间 有的人 她的儿女都几十岁 我不说十几岁 是几十岁 在父母眼中她还是孩子 那当然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的两个孩子都三十几岁了 都成家立业了 在我里面她永远是我的孩子 可是永远是你的孩子 请放在心里面 请你不要一直拿出来 所以到我六十二岁去年 我写信给李珍她三十二岁 写信给李杰她三十岁 我正式跟他们说 从现在开始 你们是我们的朋友 不再是我们的儿女 我是指说 我们愿意尊重你们变成大人了 你们需要我们的时候 告诉我们 我们提供协助 但我们不再像以前那么主动 你知道 我们是觉得主动 她是觉得被强迫 你知道这是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所以今天早上 李珍打电话给我跟我说 爸爸 她说我们这里 这抗生素都快要过期了 你可以帮我的忙吗 Touch request 对不对 我开始就替她做 当然了 我就直接想个办法 对不对 帮她从台湾带点抗生素过去 那不然他们美国很难拿 他们都是已经弄到不行了 三天五天了 都长浓了 发浓了在喉咙 找医生 医生还不见得找得到 那我们这种背景之后 我就跟她说你request 我来处理 我以前一直想教他们 我真的 我以前一直想教李珍李杰 因为我做主管做了几十年 我知道以目前她的那个环境 她的老板会对她有什么想法 我猜得到嘛 可是我每次讲 我儿子跟我说不一定 女儿更跟我说 爸你又不是我们这一行的 所以我多嘴 真的 真的 我发觉是我多嘴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把她当成一个成年人 我因为一直把她当成孩子 所以她就长不大 如果她愿意依赖我的话 或者她就不愿意面对 或者是千错万错 都是别人错 我都没错 那最好就让她自己错 对吗 她自己错几次了 她就会说 OK 这样是错的 我这样讲并没有要报复的意思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我就是告诉所有做父母的 他们要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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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几十年 做了很多的机构 可是我要想清楚 什么是我该做的 什么是我不该做的 对我的儿女 包括对我的机构在内 刚才光头长老有说 我们礼拜三就要去美国了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担心到 担心贵教会 闭教会 我们走了会怎么办 其实根本不会怎么办 我一个晚上没什么 就是睡得很不好 一直在想说 我在的时候很啰嗦 你们弟兄弟们一直不了解 我对同工们很啰嗦的 光说你要这样 横打你要这样 我就很啰嗦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对不起 我这个出去以后 就没办法啰嗦你们了 因为我已经管不到你们了 我那边还有更多的事情 要啰嗦的 这就是做父母的 可是我们要学习控制 因为如果你不控制的话 他们会失了自欺 因为他们怎么做都不对 其实这个年龄做这样已经很好了 可是我们总是用比他更高的角度 因为我带的人都是主任牧师 所以我就把你们当成 每个要做主任牧师 你听得懂吗 我们这里只要一个主任牧师 就是夜光周 其他都不用了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是不是管太多了 对 这个做父母不容易 做父母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怎么样按着他的年龄 他的状况来思想 这个是做儿女跟做父母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与基督同活会带来教会群体 向上见到的结果的第七点是 因着内理成实 就是我们 我们这些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的人 我们内理成实 影响了我们工作场域彼此的互动原则 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 他在工作场域上 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 又变成一个人了 换句话说 当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可能是用一个角度的 那个你没有错 因为你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 因为你那个时候是 台湾的工作环境 可是如果你到美国呢 它是不同的工作环境 所以不一样 台湾的工作环境 可能很难跟老板 Fight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在美国的工作环境 可能会要Fight 你要跟老板说 我没有加薪是不行的 在台湾 你不能跟老板说你要加薪 对不对 老板就说好 你还没做好 你就要讲加薪 在美国你不跟老板说你要加薪 你一辈子都加不了薪 因为你要去Prove it 我要加薪了 请你够 我现在要加薪 因为怎么样 所以请你加我的薪水 不然老板觉得你很满足 对不对 你很满足就这样过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来看怎么做老板 怎么做属下 一起来读一杯 请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好 我们再念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预备 请 那行不易 必受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好 先读到这边 我们先讲这个经文 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最先有的反应是 现在还有仆人吗 现在还有肉身的主人吗 他这个仆人其实是奴隶 翻得比较好听 现在还有奴隶吗 现在还有肉身的主人吗 这是两千年前保罗所处的 罗马帝国的状况 怎么应用到现在呢 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些基督徒 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之后 要这样活 这怪了 在这个讲求男女平权 人人平等的时代 要我们参考 两千年所写的圣经 讲主人和仆人互动关系 会不会太落伍啊 在现今的世代当中 在我们工作场域里面 还有主人仆人的概念吗 我在问你 你想想看 有吗 从我们习惯的角度来看 似乎不明显 不明显 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正用更强势的制度 更严谨的法律 用名誉地位的差别 用权力大小 金钱多寡 甚至人际压力 来展现工作领域之中的 上下关系 right 我这样讲应该很合理吧 你们都在外面有工作 对不对 当然我们现在很难从手 穿的衣服 讲话的口气 大家的生活环境 来区别工作场域中的 上级和下属的关系 很难 现在不太容易了 你知道纽约很多大公司的高管 都坐地铁上下班 所以你会不小心会碰到 你的老板也坐地铁 跟你都在同一节车厢 我告诉各位 北欧的贵族 或者政府的要员 骑脚踏车上班的也很多 我想说是真的 内阁大臣骑脚踏车上班 你相信吗 而且没有护卫 他就骑进来了就好了 因为他是民选的 他觉得你杀我干嘛 你不用杀我 反正杀我还有千千百百个人 会顶我的位置 都是骑脚踏车上班的 而且我们就凭着我们的本事做事 这样 你现在很难看到 从外表看 但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反对吧 长官跟部署的差距实在很大 有时候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我想现在和古代最大的不同 可能就是现在的属下可以说这个话 叫做我不干了 我把老板炒了鱿鱼 或者说我不做我最大 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 现在还有躺平主义 我躺平你怎么样 当时的制度不会容许 仆人逃离主人的范围和挟制 现在可以了 但是很抱歉的我告诉你 如果你愿意继续留在工作岗外上 你可能不得不承认 主管和属下的关系 与当时的主人仆人没有太大区别 没有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就不举例子了 好啦 举一个小例子 公司会用制度定得很好 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例子出长老 大家知道吗 他在IBM做高管 非常高的主管 他有一天跟他门口两个reception 交代 今天有国外的高管来 请你要先通知我们 他到的时间大概几点通知我们 并且你们陪他上来 这样 结果 IBM在楼上 突然那个公司的高管 总公司的高管出现在他们门口 他吓一跳 你知道 他吓一跳 他就赶快去接待 全部处理完了之后 他就走到楼下 跟那个reception两个人说 请你们等一下就去财务部结账 结完账 请你把你的名牌留下来 你可以今天离开的 这样听得懂吗 你怎么那么凶呢 他们有内部的规定的 他们有内部的规章 这样就可以fire你 因为你没有做到某某东西 你以为现在做属下的这么容易活 你以为做老板的这么好相处 或者就像这边所说的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 做好一个人该做的呢 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 做仆人或做属下的 应该用怎么样的工作态度 来面对他的主人或主管呢 大家看我把它变成白话文好不好 他是这样讲的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 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这个主人不一定信主的 现在是在告诉那做仆人的 已经有新生命过新生活的人 你要这样做 他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 不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我现在把它换成容易懂的白话文 他是这样讲的 就是在工作场域中 我们做事要从心里做 像是为上帝做的 不是为长官做的 下面说 虽然我们得到报酬 从公司 从老板 但事实上真正报答我们的 是在天上的主所量定的 而意思就是这样 可不可以用今天 当然 今天当然是这样用 这个当然跟那些 今天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的工作态度 是不一样的 甚至很多基督徒 也就是愿意与基督同死 但不愿意与基督同活的基督徒 也是用以前那个原则 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他没看见就好了 我里面一个人 外面一个人 只要本人掩饰的好 你对我没办法 对吗 这就是现在的人 他看见了我就好好做 要是他没看见我差不多就好了 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份薪水 拼上我的老命 但保罗在这边竟然说 无论做什么 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那这个是一个与主同死 与主同活 拥有新生命基督徒的工作态度 其实只要我们想清楚 就不困难 真的不困难 不困难 我告诉各位 现在更没有人监督我了 像我现在 我跟你们在教会做长老 对不对 谁监督我 第一你也监督不到我 对不对 第二我在你面前表现的 三十年的功力 应该该掩饰的 也掩饰的很好了 你要该抓到的把柄 我也都可以逃掉了 我做一个YWA的理事长也是这样 那我做这个欧华的董事会主席 也是这样 我无论做什么 我看不到的时候 谁能管我呢 但是 但是 这么多年来我发现 最好的工作方式 我现在在讲做仆人 最好的工作方式 最好的工作态度 就是尽力把上级交代我们的 做到最好 那当然我现在的上级 一个是光州 他就是我的上级 YWA我也要向总经理负责 不能总经理向董事长负责以外 董事长应该向总经理负责 所以他有一个负责的问题 我怎么样对他负责 就是我要尽全力把别人交代我的事做好 而且时时刻刻觉得主在我身边 因为他说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就时时刻刻感觉他在跟我在一起 我们都觉得他跟我在一起是要监督我 只有一直觉得被监督的人 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好才会被监督 那你为什么不想说 他站在我旁边是来帮助我的呢 如果我很努力做 上帝在旁边是要监督我还是要帮助我 你说呢 对吗 有没有想清楚 你要知道这是一念之间 这是一念之间 如果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愿意 上帝在旁边参与 就表示当我做得起来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说 你做得很好 当我做不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尽力了 他就会来帮助我 这样不是很笃定吗 你知道我这样服侍主已经几十年 所以我很喜欢我们教会的第一句话 呈现真实的自己 因为不要怕呈现出来的自己够不够好 上帝是我们爸爸的 无限次数的爸爸 他一定会知道我们做得不够好 他也一定愿意帮助我们 而且他比所有的长官 所有的爸爸更了解我们更有能力 更知道怎么爱我们更知道我们有没有用心 他就一定会这样对待我们 所以你好好的做 做不好没关系 做得好 他在旁边给你拍拍手 你不会很高兴吗 可是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一种人 就是在A的面前做出假的样子 在B的面前做出乙的样子 在C的面前做出饼的样子 在D的面前做出丁的样子 你辛苦不辛苦 听得懂吗 在你爸爸妈妈做一个样子 面前做一个样子 在你配偶面前做一个样子 在你儿女面前做一个样子 在你那个同事面前做一个样子 同事又分为长官跟部署你累不累啊 真苦啊 真苦啊 真的 所以我后来想通了 因为我一直在变身份 我在这边是一个长老 是一个弟兄 我在那边要下决定 有秘书长 可是我要做理事长 在学校我是董事会主席 然后一下变成讲员 一下变成听众 一下变成同工 一下变成老师 回到我妈家变成我妈的儿子 回到现在礼真礼节是我们的朋友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还有孙子孙女可以玩 那我变来变去 我其实很辛苦 这里告诉我们就是 我们最好是给主做 不要给人做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我经验告诉你很舒服 你说那我现在不成熟怎么办呢 你现在不成熟很正常啊 你才做老板五年 你本来就不太会做老板 很正常啊 让你的部署知道 就是说我不是很会做老板 他如果对你不满意 你走吧 不是你叫他走 因为他对你不满意 他会走嘛 走了你就恭恭敬敬的送他走 为他祷告就好了嘛 因为你会到了十年的老板 你听得懂吗 可是你现在只有五年的老板 你就装着十年老板的样子 你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我因为做老师嘛 那些学生都是神学生 他们来上课 我都让他们多讲话 我少讲 因为他们一讲 我就知道程度在哪里 真的 他不讲 我还不知道 他一讲我就知道程度在哪里 他只要讲 他只要活 所以最好都生活在一起 马上就知道了 讲得好的不一定 生活得出来 可是他以为他掩饰得很好 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法掩饰嘛 他无法掩饰 所以既然这样 那我们跟帮 我们在上帝面前掩饰什么 听得懂了吗 你不必掩饰嘛 因为你越掩饰他 好 这段经文我最喜欢的是24节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所以你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这边是在讲说我们 侍奉地上的主人 也就是说你到亨达公司做员工 我们到另外一个大公司做员工 你是中高主管 你上面还有老板 下面还有一堆的部署 他叫我们给主做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举个例子好了 这段话的白话文的意思是说 要知道主会把 他为自己子民所保存的赏赐给你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在地上给我们工价的 虽然是我们地上的老板 给我们薪水是地上的老板 但这只是在地上 在外表我们所看见的 但在天上 他有另外一套计算标准 要把基业赏给我们 这个基业不一定是指未来 有时候指现在 我举个例子你就更容易明白了 你知道现在 老板给薪水分两种 一种就是每个月给你薪水 然后给你很够这样 那年底加个一个月这样 另外一种给薪水的是 底薪很低 或者是说每个月的工资很低 可是年底的时候 会给你一个大的 bonus 对不对 大的年终奖金 我们来算算看 如果有一个公司 他没有年终 他每个月给你四万 他每个月给你四万 他给你十二个月 另外一个公司给你八万 他也给你十二个月 你要去哪个公司 不要急 要先问有没有年终奖金 真的啊 你要先问有没有年终奖金 所以按月薪算是不准的 要算年薪 算年薪还不准 还要问有没有分股票 对不对 还有分升迁的机会是什么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人的月薪是四万 他十二个月 对不对 年终奖金 老板又加发一百 就一百四十八嘛 是不是 如果一个是八万 一个是八万 十二个月 十三个月好了 就是一百多嘛 一百出头 是不是 所以你还不如拿四万的呢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一百嘛 加倍耶 一个四万一个八万耶 可是却拿四万的比较好 这样懂了吗 你这样还不懂 我再讲一次给你听 你现在在地上的老板 是给你五万一个月 每个月薪水五万 一年的薪水六十万 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看得见的 如果老板说你太棒了 年底再给你加一个一百万 这样一百六十万 满意吗 满意 可以了啦 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了啦 可是如果年终奖金上帝另外加发呢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吧 因为地上的老板会发年终奖金 你觉得天上的老板 会不会发年终奖金 他如果发一千万呢 所以到底谁是老板 到底谁是老板 如果地上的老板发五万 年终奖金一百万 天上的老板再发一千万 你就一千一百六十万 所以你不能只看那个五万 你不能只为了那个五万 坐在老板的面前 你应该想说 谁才是真正发薪水的 我是跟你说真的 我跟旧华从2010年开始 就没有拿过教会的薪水 当时为了这个来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同工们一直跟我说 李长老拿薪水拿薪水 我说不拿了 不拿了 后来这边真的很好 就把这个钱奉献给YWA了 我到YWA去 当然做理事长 是不能拿薪水的 后来我都到了欧华做董事长 当然也不能拿薪水的 后来有一天开董事会 很早了2009年吧 有一天开完常务董事会 我就说开完常务董事会 走了 结束了我要出去 然后那个副董事长就站起来说 李长老你先请 其他常务董事等一下我们开个会 那我就心里想说 我董事长不开会 你们开什么会 对不对 我不开了你们开什么会 后来我脑筋一想我就知道了 因为他们多次跟我讲说 李长老你太辛苦了 你又没有教会支持你 我们来支持你 可是董事长是不能拿薪水的 对吗 所以他们一定是用一种方式 要把一个钱开出来 后来我走之前我就说 对我们不是董事长制 我们是董事会主席制 所以我们有九个常务董事 是平起平坐的 只是其中有一个人 起来做主席 我说所以你们八票一投就过了 任何案子都过 主席根本不在也没关系 我说你们过什么案子 因为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 我完全顺服你们 唯独一个就是不要给我钱 其他的我都没有问题了 我就走了 我走了之后呢 过了两分钟他们会议结束了 出来了 我说你们开会开完了 对啊 因为我们要谈的就是 怎么样把钱给你 现在你不拿了 所以我们就不开会了 我也不拿 可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是给谁做的 地上的老板不给钱 看天上的老板给不给 就对不对 一个月每一个月没有固定的薪水 那你猜我拿的多不多 我不要告诉你 当然啦 有人会说 有人会说 那我六十万就可以了 没关系啦 没关系 大家自己做决定 别人是没办法管你的 你自己做决定吧 更何况这里的得着基业做赏赐 这个事情有好几个部分 第一 上帝有的时候是用看得见的物质 来回报我们 看得见的物质 就是刚才讲的一千一百六十万 有的时候上帝是使用健康给你 顺利给你 带你经过死印忧谷给你 给你的儿女没有难处给你 给你的儿子在有难处当中 他保护你经过这件事情 你更坚强给你 用大环境来给你 那那个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对吗 你们都知道我跟玉国是好朋友 玉国 我就跟玉国常常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我们就聊到 我说 我说你给你儿子这种房子 我都没办法给我儿子 你这样造成我的困扰 这样 因为好朋友话都讲高兴的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 他说李哥 他说你的儿女自己赚钱 赚得比我儿子多 这样比较公平吧 听得懂吗 你的儿子赚钱赚得比我的儿子多 所以我就给我儿子多 然后你没有给你儿子 这样就打平 虽然是这样开玩笑 你不觉得就是这样吗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好爸爸很重要啊 懂了没有 有人说那我不管 又看不见你讲得太抽象了 不要忘了还有这一节经文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如果刚才到那边也没关系 做得好的有bonus对不对 那做得不好的呢 做得不好的有负bonus 就是这句话 行不义的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这是指着那些不好好的工作的属下 或者仆人 因为神用公平对待每一个人 所以你要受公平的待遇 这是从上下文接下来的 因为这个是给那些与基督同死 有这个身份的人 你应该要知道与基督同活 就是要让基督来成为我们里面 真正的老板 可是当你成为这样的老板的时候 当你这样的仆人的时候 老板也会很公平的对待你 所以你可能本来有六十万的 那个一百万的bonus没有以外 可能还会被吹掉一点 这样你就连六十万都没有了 至于做主人的呢 他说你们做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 为主在天上 在这边做主人的 就是做老板的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公公平平 我告诉各位公公平平是什么意思 公公平平就是含有正义跟公平 什么叫正义 正义是指仆人做多少 你就该给多少 这叫做正义 你对于一个人 你该给他多少 你就给他多少 这个叫做正义 公平是指有五个 每一个应该按照他应该得的给他 这个叫做公平 你不要看这个标准 这个是给主人的唯一的标准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上帝对一个做主管的原则 我可以告诉各位 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有喜欢的人跟不喜欢的人 我们有偏心 我们有看到那个听话的 跟我们有看起来他倒是不顺眼的 还有些人是跟我们有亲戚关系的 有些人跟我们毫无关系的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 但这是神所不喜悦的 因为我们有一位公平的主 在天上看着我们 所以公正公平是给主人的 好 第八点是为福音广传 信徒之间彼此肯切代祷及相互扶持 这是告诉我们做基督徒之后 我们怎么样与非基督徒相处 这里只有一件事情 我请你们看第六节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么回答个人 这里是保罗教导他们 怎么样跟非基督徒交往 我只讲这个就好了 保罗告诉一个有新生命的人说 我们因为里面已经越来越好了 我们知道怎么跟配偶 我们怎么知道跟老板了 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还有跟很多人相处 他告诉我们还是一样 从里面活出来 所以要把里面弄好了 里面弄好了 外面就会和和气气的 保罗提醒他们 跟非信徒来往要有智慧 说合适的话 不要高抬自己 也不要看清自己 我们不一定每天都把基督挂在口中 可是我们真正活出来的样子 别人看得出来的 我因为 我因为 不是那一种会和不认识的人 直接传福音的人 我不是这种人 有的人是这种人 我觉得也很好 可是我做不来 我从二十几岁就尝试强迫我自己 去传福音给不认识的人 后来我觉得我有困难 因为我通常不太会做这种事 所以别人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 就知道我是基督徒 那我常常需要搭飞机 跟一些不认识的人相处 或者有的时候也会坐计程车 也会跟计程车司机在一起 很奇怪 我只要稍微跟别人互动 聊天 很多人都问我说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最常在飞机上那些空服员问我说 李先生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或者他来服务你 服务完了过不久 第二天 因为长途旅行都很长 十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还有坐十六个小时的飞机 他会来Surf你好几次吃饭 通常过一会儿他就会来 过了他们一半以后 他就说先生请问你做什么工作的 那因为如果有邱华在 他也不一定会来问 不一定是女的也男的也会来问 那我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问我是哪里工作的呢 或者坐计程车 计程车有时候十几分钟 对不对 几分钟 才讲了几句话 他就跟我说先生你做哪里工作的 我通常会先问他问 你为什么要问我在哪里工作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通常他们的回答都是这样 你讲话比较特别 有吗 我有口音吗 我有台湾国语吗 为什么我怪怪的呢 这样 后来我就说你猜 我通常都叫他猜 他们说你是做教授的 或你是做医生的 你是做公司主管 你知道我因为很多机会 坐车坐到我们教会对面 在那边下车 计程车司机最常猜我是什么职业 你知道吗 不对啦 你们把我看得好低喔 他们每次都跟我说 你是敦华国中的校长 对不对 我们对面不是敦华国中吗 他就说你是敦华国中 所以这个气质就是校长 我都回答老是让他们吓一跳 我说我在对面那个教会做牧师 或者我在对面那个教会做传道人 他都吓一跳 原来是做传道人长得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讲话应该怎么讲 我们生活应该怎么生活 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 那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自然 自然 但是这个自然其实也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从里面出来 可是我建议你 现在就自然 将来就容易 因为你先把它下到一个低点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样子 然后你就慢慢改进 你生活改进就会改进 好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我下次再见面 好多个月以后了 所以讲长一点 反正现场的人不多 那个电视不想听的 就把它关掉就好了 你就知道我是很真实的人 好 最后了 为彼此亲爱 我们信徒之间 应该要深入互动 交往 以相互问安 这个是我们出来建立这个教会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请大家回来做实体聚会吗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实体聚会 我们为什么不做 是怕大家身体健康 可是现在台湾的感染率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 我们就告诉大家说 回来聚会吧 那如果你不回来聚会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怪你 因为每一个人 对这个安全感都不一样 也没有安全感会说 一定跟灵命有关系的 没有 灵命很好的没有 安全感的也很多 邱华一直都不敢一个人睡 他灵命很好 但是他怕黑 这个没有安全感 跟灵命没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我们欢迎你回来聚会 欢迎你回来聚会 但是如果你没有回来 你说我看电视很好 绝对没有问题 你说那为什么要回来聚会 因为我们想在一起 我们想在一起 最近这两三个礼拜 我忍耐很久 因为我一直想跟光州 亨达 洪昌 然后大家来吃饭 都吃不到饭 而忍耐 可是只要有机会 我们要在一起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除了上帝以外 我们还有弟兄姐妹 来 我们念完这段就结束了 这段很长 可是我一定要你们都念 里面有很多的名字 你都不认识他 可是我要你念 我认为这一段是基督 哥罗七出最重要的一段 我们来念 预备 这样好了 我一念一节 你们一节 你们可以喘一口气 我亲爱的兄弟 推击鼓要将我一切的事 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 阿尼希姆同去 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耶稣又称为尤士都 也问你们安 奉割礼的人中 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 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病 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您法 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要对亚基布说 勿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份 在这个结语当中保罗提到了 巴拿巴不算十个不同人的名字 和三个地区的家庭教会 你们读的有趣吗 无趣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们完全不认得这些人 最主要是保罗讲话很琐碎 对不对 拉拉杂杂的 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他写这些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性 那我的问题更是 对我们两千年后的人 为什么要留下这句话 我们不是刚刚好到 四章六节不是很漂亮吗 为什么又七到十八节这么长 是什么意思呢 整本圣经三万一千一百七十三节 这里占了十二节 数字也不小 用十二节来讲这些凡属的事 是到底什么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这些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人生命的表现 不要忘了 保罗是在写一封信 他没有期望我们这些人会看见 所以保罗在写信是真实的 一个人如果写东西 会觉得会别人一直给你研究 你会写的方法跟你真正的写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不是常常用LINE来往吗 对不对 我如果跟你LINE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截图 发给另外一个人 我就会很小心 但是以我跟你的关系 你不会截我的图 我的写法就是另外一种 这样 对不对 因为保罗没有想过 这个东西要给别人看 你知道保罗写的这些东西 没想到 他是想写给一些认识他 或不认识他 他关心的人 他没有想到2000年后 还有人在读这封信 还要评头论足的 你知道保罗写的这些 后来都变成那些神学 神学生 神学博士论文的经文 这个人是谁 从整本圣经看保罗 为什么跟他有关系 其实保罗没有在想这些 他只是真实在反映出 他真实的心情 我要讲最后一段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以为做一个基督徒 赚大钱做大事立大功成大业 是我们替上帝争面子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让上帝很有面子 我荣耀上帝荣耀 我不会很反对 但是你想多了 上帝如果要靠你我来得荣耀 他上帝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们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一点都没有在开玩笑 我好歹也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神学院 我从来不觉得 我给上帝加了什么分 我不要丢他的脸 我就是感谢赞美主 今天很多人 觉得自己要帮上帝出名 自己要帮 我做一个好基督徒让别人看见 你想远了 保罗最后用12节在讲 他要做一件事情 他想这个人 他介绍这个人 他跟这个人说那个人怎么样 你知道这里有三个教会 他还说你们信要拿来读来读去的 因为你们都是我放在心上的 而且保罗写这些信 我们念起来都已经很拗口了 对不对 你知道他不是用电脑打字的 他甚至不是用钢笔写的 他也不是用毛笔写的 你知道当时他们写多麻烦了 而且他在监狱里面 他有需要写这么多吗 了不了解我的意思 这么多的时间 他需要弄在这个地方吗 你就知道他的重点是在什么 今天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 一直在讲神论 基督论 教会论 然后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告诉你真正的神不是这样的 我是跟你们说真的 我自己做牧师好歹也三十年了 我觉得最真实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你有尽心尽力在工作吗 在职场上 你和配偶儿女有良好的互动吗 你打扫家里的时候有用心吗 你在路上碰到不认识的人 你的表现是什么 面对台湾今天的处境 世界的局势 你用什么角度看的 我们如果对周遭的人都没有关心 我们只在乎关心那些大事 基督教的大事是普世宣教 建立教会 传福音 我看到那些传福音的人 传到别人气到跟你说 我一辈子不信福音就是因为你 你不要再传了 看异乡 宣告上帝有恩典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的 如果你跟别人都合不来 然后你为主大发热心 I'm sorry 你算了吧 因为保罗不是这样 你如果读保罗这一段 95节的哥罗西书里面 光这个地方就讲的是二节 八分之一 他讲基督论还没讲这么多呢 他在第一章那里讲基督论 还没讲这么多呢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何等看重 每天的生活 与人的关系 彼此的问安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这才是真正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活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要结束了 哥罗西书是我二十几年来就想讲的 可是我每次讲到一半 我就讲不下去 这次终于被我讲完了 我很感谢主 是因为 还好我现在才讲 所以我看懂了里面很多东西 如果我早几年讲我没有看懂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解释基督论 教会论 但是我现在告诉各位 我们就是教会 你就是教会 你跟我 我们的家就是教会 当上帝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 当然 行有余力 注意听 我讲行有余力 则宣教 行有余力 则建立教会 行无余力 什么叫行无余力呢 太太也不好好做 老板也不好好做 钱不好好去赚 该服事的不服事 该做的不做 整天来教会搞得很热闹 我很怕我们上去那边 如果有上去的话 有的人也不一定上得去 如果上去的话 恐怕你会发觉 别人为什么住了那个大房子 你住的是小房子 而那个人在地上 你根本看不起他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我们结束 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这两次的聚会 对孩子用很长的时间 把最后的这两段讲清楚 目的是要让我们真知道 当我们有前面那个 与基督同死以后 与基督同活 才是我们在地上 所要追求的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带领 主 让我们彼此服事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主 孩子也要特别为 我们教会下礼拜 就要开始实体聚会了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愿意来 我们欢欢喜喜的 接受你自己的带领 让我们也彼此相爱 我们也为那些 在受苦的 有确诊的 身体不好的 在生病的 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 都懂得更多的 依靠你 仰望你 现在我们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交通安慰鼓励 提醒责备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